您好想弄点啥 老板麻烦您个事 我有几块东西 一看看这是不是紧的 是不是金的 我的天哪 一共有三块 哦这还有小的 一个大的两块小的 这东西从哪来的呀 这我妈给结婚了 阿姨说这三块是给我当嫁妆的 当嫁妆 直接就这三块金的 金饼阿姨说这是紧的 但我不相信 你爷爷看来非常有实力 家底雄厚 直接拿金饼当嫁妆 家庭条件一般般 阿姨收废品 收一辈子了 家庭条件一般 老爷子收废品的 我的天呀收废品 搁哪弄出来的金子呀 这他说的是他 有一次去收废品的时候 收来的 收来的 对 我的天呀 人家收废品一般收什么铁啊 铜驴是吧 哪有收黄金的呀 你刚一爷他下着手 他说的手一收可便宜 他说这是 剪刀漏来是扎做 给我说这可自信 那你爷爷给你的 那你还过来问我是不是黄金 这是啥意思啊 我不相信啊 阿贾你挑选一般般 阿姨也收废费品 阿贾的 阿兄妹的 我上面还有个哥嘞 阿哥结婚的时候 阿姨也给他十万块钱 你哥哥结婚的时候 你爷爷给了他十万块钱 对 阿姨说了 等我结婚的时候 他也不能相片 是吧 不让你吃亏 对不能让我吃亏 这也没给你钱 然后给你的这三块金子 是嘞 一块大了两块小嘞 哦明白了 你就有点不相信 想看看它的价值 另外就看一下真假啥的 是嘞是嘞 是这个意思 我虽然没上秤没过火 因为我这边啊 其实主要还是鉴定果 不咋鉴定黄金 但是我之前啊 做过这个首饰 金银首饰这块也做了很长时间 这种金块在我手上一拖 我就知道肯定是真的 那有天车呢 那是 那你要是其他金属没那么重 这一看就是金子 这一看就是金子 你爷爷手臂很大 这样吧 我下面给你称一下重量 行吧 好 我给你估一下 因为现在黄金价格不便宜 是不是 是嘞是嘞 交易手里好像400多一克呢 我先称一下啊 好 这一个小块的都50多克呢 我的天呀 半斤 半斤还多一点 256克 那真重啊 一斤500克 现在是半斤 老爷子呀 没骗你 就这200多克 现在得十几万 那比你比给你割的还多 那这这还说啊 阿姨给我 别给他割还钱呢呀 那是 这老妈 你收着不收呀 收着不收 对啊 黄金的话 应该也非常好出手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你爷爷给你的 陪嫁 嫁妆嫁妆吗 对对 那你这才到手 卖了不合适吧 我想着 你看啊 你也挺实在的 我说卖给你头了 嗯 我知道我知道 你这样 你回去再考虑一下 然后你不是现在结婚了没 准备结婚了 准备结婚 你可以跟你老公商量一下 是吧 毕竟这东西你爷爷给你的嫁妆 你这还没结婚 就要把这卖了 不太合适 对不对 那我写不卖的 我好好放的 对对对对对 毕竟是爷爷给的 是吧 来来收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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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好好 你爷爷果然好大的实力